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美濃屋 日本喜多芳拉麵 台灣低家分店 位在長安東路一段22-18號 是當地很知名的拉麵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看起來就是有濃濃的日本風 內用區的話 大概可以做二十幾位客人 然後牆壁上掛了很多關於日本風情的介紹 可以看一下 當然在鏡頭可能看不太清楚 可以過來現場時機看看 老闆娘您好 店長您好 好,那這個廚房是開放式的喔 可以看到廚房很乾淨明亮喔 那店長也非常的忙碌喔 店長請問一下什麼是喜多芳拉麵 請問什麼是喜多芳拉麵 喜多芳就是 在日本東京往上東北 湖島縣 喜多芳在湖島縣 古名叫 慧金 在慧的慧,金雞有慧的金 慧金若松 若 哀字 我乾媽子 這四個漢字翻成中文是 慧金若 是 若小的若 松市松樹的松 慧金若松 慧金若松 他喜多芳是在若松旁邊的一個小廚師 小廚師 他是一山磅水 水質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 送出來的農產品 水 不是一流的 所以可以 釀很好的醬油 種很好的大豆 起研衣這樣子 因為好水才能夠製造出 好的麵 好的湯 好的醬油 他是這樣的 是一條 很有名的 日本的三大明麵 醬油拉麵 那老闆娘您跟這個喜多芳拉麵的結緣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您是台灣人嗎 我站在二十五年前吧 一九 不是一九 啊對 一九九三年 認識我們的 美容屋的社長 然後 他有蠻多企業 那我人生也是在 現在 已經算是四五歲了 可以讓人生 陽春一點 快樂一點 為什麼是快樂 想著飯店 嗯 街頭小巷不是有陽春麵嗎 也許 我來賣陽春麵 我這一生沒有煩惱 那我來做陽春麵 應該是這樣子 陽春的人生 嗯哼 自己這麼想 然後 毛髓自見 就栽培我吧 做做拉麵 拉麵 拉麵就是日本的陽春麵 嗯哼 嗯哼 就很簡單 嗯哼 一路我的人生 就是拉麵 嗯哼 我的陽春人生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嗯哼 然後我 在一九 九 五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決定 那時候是決定 然後來來去去 那後來就去修業 日本人叫徐柚 嗯哼 就去人學 真功拉麵這一塊 嗯哼 然後當然日文本身 就要相當全度的理解 跟共通 嗯哼 那我的日文是在一九九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八年 就開始學了 因為我沒學留日 嗯哼 我的日文全部是在那時候的邱永翰 日語班 從 五十英 IUL 開始 嗯哼 整整學了一年三十個月 從來沒有進展過 嗯哼 那我的所有的老師 就是日本老子 但消失了 嗯哼 我也很認真 所以書寫 聽 因為 高通全部沒問題 我可以同步翻譯你 這個程度 嗯哼 然後我去留日 當然就 你要進入拉麵界 誰要將你的台灣人 又是 又三十幾 嗯哼 那是非常的幸運 也很感恩 啊 成本我的社長 看得起我照顧的 嗯哼 我就很認真了 從每天的插射手 嗯哼 最新的見習生不是要刷廁所 嗯對 洗碗 然後再來是 洗碗不用說啦 嗯哼 那個是最基本的 然後外場的整潔啦 整個每天的環境啊 要把它打掃得很乾淨 嗯哼 自己覺得 嗯哼 鍋裡是亮亮的 嗯哼 廁所的小便的 我一個人 定天寫定要守 找男生廁所五間 嗯哼 因為像隔壁嘛 然後停車場 公司有停車場 坐在餐廳門口 嗯哼 可以停一百個車 五間男廁所 三間女廁所 包括男生的 如果尿斗 應該也是有五個吧 每天早上五個 然後亮晶晶好亮 我覺得我好喜歡 好乾淨 我最大的成就 所以我一直把廁所刷了亮晶晶 那你那時候很辛苦 那個比我的座拉面還重要 我是這樣開始 我自己覺得我很好 嗯哼 然後能學什麼 就是紀念啊 日本語就是 你在學你在做 我不會教你 自己看 有興趣摸索再問 就這樣學習就是這樣 你的認真 你的認真 是學給自己的 我對我自己的修業 是這樣的看 學是給自己的 嗯哼 我既然 我要做這一套工業 我必須要讓我自己的 對 內心世界 還沒修到 不知道 可是基本的技術 一定要到 那時候的想法 那時候的想法 嗯哼 一九 到一九九八年的 十二 十二月三十一號 從日本學成回來 嗯哼 然後台北的長安東陸的美容屋 粉店 第一個店 是在一九九八年的五月一號開幕 那那中間大概五個月嘛 就是從日本 東新運回來 拿籌備各方面 嗯哼 其實正式籌備都在一年前 可是台灣只是在組裝套的工作啊 一個場所 嗯哼 哇 非常喜歡我的美容屋 是多方拉麵 嗯哼 他等同我的生命 就是我的名牌 嗯哼 每天半夜 嗯哼 現在來問我感受的話 就跟空氣一樣 美容屋的拉麵 就是跟我的生命呼吸 一樣的重要 嗯哼 我靈念死在廚房 也不要死在定房 嗯哼 我今年接近六十歲 是 嗯哼 現在一路走回 嗯哼 非常感恩 嗯哼 這個拉麵的世界讓我進來 進入這個世界 嗯哼 我非常的滿足 嗯哼 我人生的最大快樂 嗯哼 我覺得我很幸福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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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一句話就是 一面入魂這樣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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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在我北美容屋的廚房 嗯哼 永遠美容屋的重要 嗯哼 我一個拉麵之餘的生命來講的話 嗯哼 嗯哼 我會選擇死在廚房 不要死在病床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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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樣講好像稍微嚴重了一點 不會不會不會 你一定會長命百歲 哎呦 什麼長命百歲 不用哼 每天活在當下 嗯哼 我把好吃的東西 那個幸福的感覺 用我的手傳遞出去 這個是非常重要 嗯哼 嗯哼 這個就是幸福 嗯哼 我一路走來 什麼二十幾年 嗯哼 我覺得 我很幸福 嗯哼 嗯哼 承蒙大家的愛 嗯哼 你照顧 那我既然很幸福 換我有能力 我要把幸福傳遞出去 傳遞出去 嗯哼 目前我的內心時間 嗯哼 那我在日本幸福也說 我功利不到 也感受不到 嗯哼 現在等我 你論走了 我懂 這個就是幸福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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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真的是這個精神 讓您敬佩這樣 那從廚房看到就是很乾淨明亮 嗯哼 嗯哼 本同生命 那 麻煩 那我今天要那個 就是洗豆方拉麵 跟一份 煎餃 好 是 是 謝謝謝謝 那我們謝謝那個店長很 親切而 明白的解說他這個 這個 拉麵的源起 跟他這 幾乎等於是醫生的傳奇故事 這是有一些這個報紙的介紹 這是應該日本當地地圖的介紹 好牆壁上還有這個 老麵會的認可 好那這個關於Menu的部分 好我點的那個喜多方拉麵就是 190元 那還有別種的喔 有興趣沒有可以按讚 按讚頂鍵看一下喔 然後背面還有這個配料的部分 有糖心蛋阿 味噌湯 還有日本酒這些喔 可以看一下 好這個是煎餃的部分喔 對焦 對焦 對 那現在對到了喔 他的表皮就是煎得很恰喔 然後 好剛剛爆開了太好了 然後內餡就是這樣子喔 有這個豬肉餡跟蔥花 好那這個醬油是這種 呃 淡色的喔 好先吃個原味的看看 好他餡煎出來喔 就是皮這邊很恰 然後豬肉餡 嗯 算是醬油口味啦 然後皮很很很柔軟 好吃起來這個香氣很足喔 嗯好吃 好我們從店長的解說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一生就投入了餐飲業喔 所以說他這個 做的產品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做喔 所以說 該恰的部分就很恰喔 那皮很軟的地方就很軟 你看皮很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煎餃非常的好吃喔 吃得出這個店長的用心喔 好 應該剛一開始就要裝在小碟子裡喔 這樣看的比較清楚 然後這個恰的部分就很恰 好柔軟的地方就很柔軟喔 皮很薄這樣 是算是非常好吃的日式尖餃喔 好這麼用心的製作那當然就是要給100分喔 吃得出來他的堅持 好吃 好那就也很推薦各位朋友點這一道喔 煎餃非常的優秀喔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囉 就這個日式煎餃的部分 好那就推薦可以點喔 非常好吃 好那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店長很辛苦 我在製作拉麵喔 然後都非常的用心這樣 你可以拍阿 欸是是 欸 是是 去拿那一支拖寶的 才是沒有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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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谢谢 好那这个面很快就煮好了哦 好那刚店长提示就请我们快点吃 其实也蛮大份的 这边就是有这个 毒笋丝,然后这个是鱼板 然后这个是五花肉三片 肥肉控的应该就看了就很开心哦 先喝一口汤头看看 汤头就是很甘甜哦 虽然我并不清楚里面有放什么啦 但是大致上可能就是 臀骨汤头加上酱油哦 那 其他我就吃不出来 就蛮甘甜的 这个 微滋滋就是很优秀哦 汤的香气很足 然后很有多层次的味道 我现在就吃一口 我现在就吃一口 那猪肉就是柔软而甘甜哦 然后在这个面体 就是蛋黄色的拉面面体 那据店长之前跟我讲 他这个面就是每天就是新鲜制作的哦 现场有在制面 算是一种直面嘛 好吃起来口味的话就是 很Q 很Q弹 然后 一个很新鲜的味道这样 要怎么叙述这个面条 就是一个很新鲜而弹牙的感觉 简单讲就是这样哦 好是很家常的面哦 但是就是说 应该算日本当地很家常的面哦 但是就是 吃得出这个老板娘用心的地方哦 好配料看是简单 就是其实每个步骤都不简单哦 好那泱泱都很完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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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好那个人给的评分 这个当然是给100分哦 虽然它并不像其他的连锁拉面店那样子 口味 就是很讨喜那样子很华丽哦 这是很单纯 呃 樸实的美味 这样 好各位朋友可以来亲自尝尝看哦 就可以吃出这个拉面好吃的地方 诶那个鱼板 筍干我也没吃到 好那我这两个一起吃 嗯 嗯 嗯 那卤得很透哦 然后也很清脆 没有什么怪味 很好吃 好那这个就是拉面的介绍哦 好那这一份的话就是日式炸鸡块哦 那我们现在就吃吃看 就长这样哦 嗯 嗯 好这层皮不会很厚哦 然后吃起来外皮就是有点干甜干甜的味道 微酥 微微的酥脆哦 然后这个肉质很柔软 好这个也很好吃哦 嗯 嗯 这应该是鸡胸肉的部分哦 还微微带着这个 鸡胸骨软骨的部分哦 嗯很好吃 肉质柔软而不干 不干涩哦 然后外皮就是炸的香酥香酥的 简单就是这么说 嗯 好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是很优秀的 就是炸鸡块 好那这个当然也是100分啦 好 不过稍微味道清淡一些哦 好最后这个就是这间店的名片哦 美农屋日本喜多方拉面 米农亚 然后营业时间在下面哦 可以看一下 好 星期一工修哦 然后地址在这个 长安东路一段22-18号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地形图哦 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哦 应该各位有来吃的话 可以吃得出店长的用心哦 好 那就这样子 拜拜 到哪里都看不到的 好这个 特别板哦 然后店长介绍一下这样 这锅子就是从日本买回来的 台湾的锅子不行 因为台湾的锅子都是这样的 日本是 火圆形的 对我来讲 我要炒菜它就好了 诶 補薯哥啊 好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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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割一割就是这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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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拉麵是外來的也是中國中國的 那中國人不是有熱炒嗎 對 所以才有這個青菜 啊 現在年輕人 其實這一把技術已經不行了 所以都沒人寫 所有拉麵店都沒有自己的通常 不會在日本存了幾天的 老的中國料理店才有 拉麵店是完全清潔的 去日本看就可以知道了 這邊有可以 有聞到這個青菜的香氣 還有這個 鍋氣的那種感覺 對 一定要這個鍋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麼認真 就要去日本親自帶火鍋 好 謝謝 好 這個店長就是很用心的炒這個 蔬菜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他沒跟我講 所以變成一個番外片 好 那一樣是五花肉的部分 然後這個香氣很足 嗯嗯 其實大叔我以前是熱炒廚師 嗯 這個完全就有把這個青菜的香氣 還有這個鍋氣 帶到這個青菜上 非常的香 有花功力在 然後這個青菜很清脆這樣 嗯 很完美 如果您是廚師的話就看得出來 他這個很清脆 炒得很清香這樣 當然現場是聞不到香氣 你在影片裡聞不到香氣 那如果您在現場的話這個 青菜香香度非常的夠 然後很清脆很清脆 然後還有這個鍋氣在上面 嗯 類似有點像蛋炒飯那種味道 那就那個 有一點那個鍋氣的感覺 好 那這個 這個100分 嗯 嗯 嗯 那這個就是 這一道菜就是招在的 好 但他單點也有啦 可以點來吃吃看 這個 這個真的是 樣樣都很有水準喔 讚 好 很好吃